互联网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开始学习程序与罪行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简单的概念 什么是程序 可执行的二进制文件就是程序 我们在执行程序的时候 因触发事件而获取的ID就称为PID 这个PID呢也就是进程号 我们在登入并执行80小时 系统依据登入者的这个UIDGID 给登入者一个相应的PID GPID还有这个SID 对于PID呢也就是这个用户的这个ID号 而对于这个GPID呢 是这个用户所属群组的这个ID号 而对于这个SID呢 SID呢它是SensationID 也就是绘画ID 用户启动程序时系统干净 启动这个程序的使用者 与相关属性关系 给这个PID呢一组有效的权限设定 每个程序呢都有这个三组权限 每一组呢都具有这个RWX权限 所以呢 不同的用户删犯执行某个程序时 系统给你的权限呢也都不相同 比如说我们这个root账号 root账号它的UID和这个GID呢 它都是零 而对于我们新建的普通用户呢 它的UID和GID呢都是大于等于500的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root账号来登录之后 使用这个RM这个命令来删除一下这个root用户 加盟路线面的这个文件 那么因为这个root的这个PID不同 而且这个RM对于它有这个三组权限 对于这个不同的用户呢 它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root用户来删除这个他的加盟路线面的这个文件呢 受的限制呢是非常小的 而对于这个普通账号 比如说这个UID和GID都是500的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PID肯定和这个root账号所使用的这个PID呢 肯定是不一样的 同时这个RM这个密程序 它的权限 对于这个UID和GID是500的用户呢 它的权限是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对于这个UID是500的用户来删除这个root用户 加盟路线面这些文件的时候呢 它显然会受到一些限制 因为它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子程序与副程序 我们登入系统后会取得一个82的这个PID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Bush提供的接口去执行另一个程序 比如刚才所说的这个RM 那些另外执行的程序呢 也会获得一个PID 这个PID呢 就是这个子程序 而我们这个80法径呢 就成为这个副程序 下面我再来看一下 常驻的内裁的程序有哪些 这些下面我们我在这里列出的这些指令呢 他们都是在执行完成之后就退出内存 像这个ALS 它是显示个文件或者是属性能 它是信件 我更改这个文件的时间 这个RM,MICDR,CP,MV 还有这个ChangeMode,ChangeMode,Password 这几个命令呢 也都是执行完成之后 它就退出内存了 那么哪些程序会常驻内存呢 它主要是对于实验对这些系统需要的 另一个是对于这个网络服务的 比如说这个Chrome 还有AT 这个Chrome它会每分钟都会来执行一下 就是检查一下这个ETC下面 这个Chrome的Aware这个文件当中的可执行文件 有没有可执行文件 如果有的话 那么它就会执行 这个所以说呢 这个Chrome它会常驻内存 虽然这个AT还有这个Systemlog呢 它们也是系统运行所需要的 所以说呢 这两个程序呢 它们也会 它们都是呢 常驻内存的 另外 对于这些网络服务 像这个Apache 这个Name 还有这个VFTP呢 它们都是进行提供网络服务的 它们在内存当中 要等待这个网上的 以示用户的提出的需求 所以说呢 它们也需要常驻内存 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看一下这个作业管理 在讲解作业管理的时候呢 我会讲到后面这些 第一个语号 第二个Ctrl加D HJob F F K B 还有这个Kel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业管理 我们在登陆系统取得这个Busher之后呢 在单一中端界面下 同时管理这个作业呢 就是作业管理 我们要进行这个Busher的作业管理呢 需要注意到下面这两个限制 首先第一个 程序呢 必须share的是程序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这个Test用户来登陆一下 比如说使用这个Test信件文件 或者使用这个RM来删除文件的话 那么这些这两个命令都是一个的程序 同样 我们在使用这个Test2来登陆之后 假如说你想使用这个Test1用户 来管理Test2所产生的那么一些的程序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程序呢 必须是share的程序 也是用户呢 自然管理自己所运行的程序 另一个呢是程序不能等待Terminal或share的输入 就是在进行作业管理的时候 就这么两条限制 下面我们开始来看一下 直接将命令封到后台中执行的三数 也就是这个语号 在讲语号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后台与前台的区别 这个前台呢 就是用户可以控制的作业 就是前台作业 而对这个后台呢 它是在内团中可以自行运作的作业 用户呢 无法直接控制它 除非使用这个B格或F格等指令将程序调出来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将命令放在后台中执行的这个语号 比如说我们来压缩一下这个ETC 我们在讲解这个进行W号压缩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情况是这样 TAV-ZCVF 这个V呢 它是列出我们在进行压缩的时候 一些信息 这个F呢 必须在这一组参数当中的最后边 后面直接接这个W的名称 比如说ETC的TAV.GDA 然后后面这个ETC就可以了 我们在压缩的时候 一般情况是这样 我们会下来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你想进行命令 那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程序呢在不停的出现这么一些信息 也就是所使用TA的时候 他所压包的这些文件 在这里不停的闪 这个呢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你在使用这个参数V的时候呢 在中单线显示 所浪费的时间呢会更多一些 我们下个时候按一下小 按一下F9暂停一下 好 经过一段等待时间之后呢 终于压缩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压缩完成之后呢 这个ETC压缩只有这么11兆 我们首先来删除一下 RM-FETC.TAV.GDA 然后假如说你不想查看你刚才所压缩的这些文件 那么你可以这样 TAVDCF DCF就可以来 然后ETC.TAV.GDA 然后ETC 这样也可以 不过在这里他会提示这么一行信息 同时呢大家会发现 这个光变了在这里不停的闪 虽然在这里没有 一直出现这么他所压缩的 这么打包压缩的一些文件信息 但是呢你也无法进行其他的工作 也就是你必须在这里一直等待他压缩完成 我们按一下暂停结束 好现在已经结束了 那么假如说你在压缩的时候 还想干一下其他工作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语号 当然我们在进行这个 使用语号之前 首先先这个压缩完成的这个文件给删除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语弃一下 TAV.DCF.ETC.TAV.GDA 然后ETC 这个时候假如说我们一下他放的这个 互态线运动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后面加上这个语号 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他是 这出现一个1然后2768 当然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了 比如像这个LS啊 或者是CD到其他目录下当然都是可以的 当然了在这里呢 他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提示信息 当然他并不妨碍你工作 好在这里 这是1 也是招呼那边 作业后1呢是完成了 当 然后我们再来查看一眼 LH.ETC.TAV.GDA 11兆 让我们删除一下 假如说你不想看到这些提示信息 无论他是正确的输出信息 还是一些错误输出信息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 还是用TAV.DCF.ETC.TAV.GDA 然后ETC 然后与输出现 我们将这个无论正确的信息 还是错误信息 捕图到一个文件当中 比如说捕图到log的txt 对于这个 如果这个大于号前面没加1呢 它是一个正确输出 假如说对于这个错误输出 我们是用2大于 同样也输出到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对于这个W加错的 我们也就将它放到后台当中 这个时候 它只会出现这么一行 是job number是1 然后后面接这个2775 注意一下 这个2775 它就是我们所前面所接受的 这个PID 接去进行号 也就是这个 W加错的进行号是2775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 其他的工作 或是CDHOME当中 或是等等 这个时候 它说 我们在进入这个HOME路线的时候 它说这个job number是1 到完成了 然后我们同样回到剑目下 然后LS-LHETC.tadgc 11兆 对于这个雨号的作用呢 就是将我们要运行的命令 放到后台 假如说你不想就在进行这个压缩 或执行其他命令的时候出现这个标准的 正确的信息或者是错误信息的提示呢 你可以将这些正确的或错误信息的提示呢 都给它保存到一个原因当中 使用这个充电相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将当前作业放到后台暂停的命令 Ctrl-Z 首先我们Clear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用Ls-A 比如假如说我们是用vi-bush-rc 在这种一般模式下 也就是我们打开之后 可以按下Ctrl-z 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在这里有一个DubNumber是1的 然后后面接了一个加号 然后后面是Stop它 后面是vi-bush-rc 假如说我们现在在vi-bush-histor 然后同样按下Ctrl-z 这个时候在这里它会显示一个2 就是DubNumber作业号 后面接了个加号 然后后面接是Stop它 就是然后后面接vi-r.bush-rc Bush-histor 这个命令也是暂停了 也就是将这个编辑 或者查看这个文件的这个作业呢 放到后台当中暂停了 同样刚才我们在查看这个 the.bush-rc 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也是将这个作业呢 放到后台中进行暂停了 那么将我们这个作业放在后台中暂停之后 我们如果查看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 观察目前后台作业状态 需要的这个指令呢 是这个Dubber指令 这个Dubber指令呢 在这里我列出了这么三个算数 小r它是除了列出这个DubNumber之外 同时还列出这个PID 也就是进行号 这个小r呢 它是仅列出正在后台中运行的工作 而这个小s呢 仅列出正在后台中暂停的工作 也就是默认 下面呢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直接输入Dubber 在这里呢大家会发现它有两个 第一个它是1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后面一个加号 刚才的时候应该是个加号 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减号了 它的状态呢是stop的 后面接这个作业 然后第二个是2加stop的 假如说我们是用Jobs-S 它同样也是列出当前停止状态的作业 实际上一个小s呢 已经是默认了 假如说我们是用Jobs-L呢 它除了列出这个Jobs-L之外 还会列出这个进程号 这个进程号第一个是2781 第二个是呢2783 而对这个运行的作业呢 我们可以说Jobs-2 在这里没有任何显示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没有任何一个在后台中运行的作业 所以说在这里没有任何显示 不过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么一点 在这里有这个加号和这个减号 假如说我们再来打开一个VI-80-profile 按下Ctrl-E 我们再来看一下Jobs-L 在这里呢大家会发现 刚才这个加号呢是在第二个作业上 第一个作业上呢是个减号 而现在我们再打开一个新的作业之 于是执行一个新的作业之后呢 这个加号呢会移到第三个作业上 而这个减号呢会移到第二个作业上 而第一个呢是个空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加号和减号 在上面当中的加号和减号 这个加号是代表默认的工作 也就是说目前在后台有若干个作业 在这里是由我在这里呢 抓出这数数数数数数了四个 这四个作业呢都是暂停的 如果进行输入F格时 那么第四个也就是在这里有加号的这个作业呢 会不会拿到前台来进行处理 对于这个加号标示呢 将被这个F格或B格命令 作为确胜值来使用的作业 这个作业标示呢 也能够使用这个百发号加 或者是两个百发号来进行指引 也是来进行调用 对于其他的作业 Current的作业也是有这个加号和减号的这个作业呢 就是Current的作业 Current的作业呢是一个空格的符 仅一个作业能够用这个加号来进行标示 并且仅有一个作业能够使用这个减号来进行标示 如果有一个单一挂起的作业 那么它就成为当前的作业 如果存在至少两个挂起的作业 那么前一个作业呢就会被挂起 于是刚才本来第二个作业后面加了个 接了一个加号 第一个后面接了个减号 假如说我们在新打开了一个作业 那么第一个的这个Current的呢 会变成这个空格 而对于这个第二个作业的这个Current的呢 会变成一个减号 而对于第三个作业呢会变成一个加号 就是这么个道理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将后台作业拿到前台作业处理的命令F格 F格呢可以接这种格式 然后百分号接Job number 对于这个百分号Job number呢 这是作业套码 注意一下这个百分号可有可无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介绍这个加号或简 简号的时候我们说了 可以使用这个百分号 加或百分号百分号 来调用一下这个有加号的作业 我们可以这样 F格百分号加号 我们回车来看一下 在这里它的提示是 达巴士-Profit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作业 也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F格百分号加的时候 那么就调用了这个第三个作业 而假如说我们在这里F格百分号百分号呢 我们看一眼 在这里它同样 也是调用了第三个作业 也是调用了这个有这个加号的作业 当然了 我们在调用这个作业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百分号格格 然后接本 F格 后接百分号 1 或者2 或者3 都可以了 这种格式呢 都是随便了 但假如说我们接百分号1吧 在这里 它提示 在这里它的注册呢 是.8kc 我们看一下 按下Ctrl-C 推出 然后Jobs 这个时候呢 这个Jobs呢 这个加号了 默然放在这个第一个作业上了 假如说我们是用F格2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根据这个文件的内容 也会知道 这个作业呢 是这个 80.histor 80.histor 好 我们同样推出Jobs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刚才我们打开的这个80.histor 现在呢 这个加号 在它的后面了 好 对于这个F格呢 我们就讲解这么多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让作业在后台运行的命令F格 Ctrl-C 也可以将当目前的作业放在后台暂停 我们来讲解F格的时候呢 嗯 我们来 查找一个文件属性 比如说我们来讲解这个 SU和这个SU2的时候 我们说呢 要查找一下系统当中 所有这个有这个 SET UID的这个文件 SET UID 那么它的权限呢 是这个-4000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系统一下Ctrl-L 然后是放的 我们查找的时候 是从根部的查找的 使用这个权限 然后查找的权限呢 是这个-4000 是查找这个有设置了SUID的这个文件 我们按下回车执行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 假如说它暂停的话 我们可以用Ctrl-D就可以了 这时候 就是Job number-4 然后Stop它 假如说现在我们想让它在后台运行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 首先呢 我们用Jobs来查看一下 在后台中运行有多少 单程的任务 在这里有四个 而且第四个呢 它是加号 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可以使用这个B格 直接就可以了 或者是B格 百分号4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Jobs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第四条 在这里呢 它是在运行状态 也就是呢 这个B格呢 这个命令呢 可以将这个命令呢 在后台当中 也就是在这个内存现当中 进行运行 当然在这里 去出现一些提示信息 也属于正常 不过呢 你可以按下回车 又跳到这个字符上 当然你在这个期间呢 你可以按下其他工作 我们看一下照片子 还仍然在运行 我们CD Home 也就是这 将这个命令呢 在后台运行的作用呢 就是这个了 我们不耽误我们前台的工作 我们可以随便跳转 想看看干啥 这就是 在将作业放到后台当中运行的 这么一个特点 CD Home 回车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还在运行 不过刚才呢 我们在查查的时候 他提示了这么几行信息 这个时候还提示了 一行 好 这个时候我们暂停一下 等待它运行完成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管理后台作业 CARE这个命令 CARE呢 后面接Signal 然后后面接这个百分号 招呼单 当然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CARE-L 来查看一下CARE的 所有的这个信号 这个小L呢 它是当然的写写 列出目前CARE能够使用的信号 有哪些 对于这个Signal呢 代表后面作业有什么指示 对于这个1呢 它是重新读取一次参数的试试文件 它类似于这个RELOAD 对于这个参数二呢 它是代表有键盘输入 和CARE-C突然的动作 而对于这个9呢 我们一般喜欢使用这个9 或者这个1 还有这个15 9呢 它是立刻强势删出一个作业 而对于这个15呢 是以正常的程序方式 终止一项工作 与-9呢 它有些不一样 而对于这个 比如说 我们使用这个-9算数 我们在打开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一般期望 同时还被保存到另一个 还会有另一个文件生成 是.swf wp这么一文件 它是一个临时文件 假如说你要使用这个-9算数的时候 CARE一下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呢 不会被删除 而假如说你说这个CARE-15的时候呢 这个文件 它是以正常的方式 中文主义项工作 这个文件呢 是不会财在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CARE这个命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ARE-L 它是列出所有的信号 在这里总共有这么64个 而对于我们刚才的这个照片 我们再来看一眼 在这里呢 总共有这么三个作业 假如说我们现在使用ILS-A 来看一下我们 ROOTS加目的下面的文件的属性 在这里 大家会发现 80-Histler有这么一个swp 而在这里呢 这个profil也有swp 而这个8xc呢 同样也有一个swp 我们刚才所说的 使用这个CARE-9 而这个CARE-9和15呢 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使用CARE-9 然后本分号 假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将这个3 刷死一下 然后看一下jobs 在这里呢 这个3呢是CARE的 当然等待它刷完 这时候已经没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ILS-A 看一下用户加目的下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有这么一个swp 这么临时性的这个网件 也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CARE-9之后 产生的这么一个后果 而假如说我们使用这个CARE-15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是百分号二 百分号二 百分号二呢 它是这个80-history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jobs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户加目的下 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这个CARE-15 百分号二十二 来刷 刷掉这个80-history 这个问题呢 嗯 不是很合适 在这里没有 并没有杀死 嗯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个CARE-9的时候 暴露出这么一个问题来 CARE-9 百分号二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是正在杀死 然后ILS-A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再使用这个CARE-9 刷死这个 第二个 作业的时候呢 同样 同样 这个文件呢 它也有这么一个 80-history 也有这么一个临时的文件 保存在我们这个用户项目下 对于其他的这个CARE-1 还有这个CARE-9呢 我们先不看了 当然我们在shut的时候 我们除了使用这个参数9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9 后面这个SIG-CARE 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PIR-SI 记下大写 I-I-S-I-S-I-G-P-I-L 百分号1 也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 特上它是CARE-9 在这里这个 80-history의Swapには SWT呢 这个文件也会存在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已经刷死了 好 对于这个CARE呢 我们就与实验关系 就将解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